众生也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同乘佛道 既然同乘佛道的话 那有缘的众生我们都要尽量地去帮助他 现在我们有缘的这么多众生 你们都不想去帮助他 是吧 老想着自己我修行 我听好 我修好了再说吧 我还烦恼呢 我哪里是 就像那个发不了财的人一样 我还穷呢 我还不失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越穷越要不失 我们修行的人也是这样 我也没有慈悲心 我越修得不好 我也要去利他 你修得不好 你就要去利他 你利他你不修好了吗 不就 是不是 你那时候我修不好 我还是自修吧 这就是错误的 老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还是先自己修 等我修好了再去利他 这个就跟那个不会布施的人一样 我还穷呢 我也不布施 是吧 等我有钱了 我再布施吧 是吧 你什么时候有钱 你有钱了再布施 那个想法这是错的 因果都颠倒了 修行也是这样 等我修好了再去利中 也是不对的 当然了 你要听法了 听懂了也很快 然后你就去利他 在利他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听闻佛法 这样窜息 你总有有空的时候 众生也不可能一天到晚 跟你缠在一块 你早上起来可以听法打坐 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听法打坐 白天的时候尽量地去利他人 那你就不修成功了 你这样就勇猛地去利他 那么呢 你自己呢 就修上去了 这个利他 当然要道理要懂 利他的不执着功德 你修布施的时候 那样的正确的心态修布施 持戒也是这样 你持戒是不伤害众生 是吧 你看所有的戒力 都是叫你不要去影响到众生 不要去伤害众生 凡是对众生不好的 伤害众生都不用说了 就是让众生生烦恼的事情 我们都不做 这个就是戒律 那安忍就更难了 安忍是 众生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承烦恼 和安忍是反过来 所以当众生伤害我们 或者是做一些 让我们生烦恼的事情 我们把这个烦恼 从内心里把它修掉 不烦恼 不生气 不成狠 所以说这个更难了 修安忍比那个修持戒还要难 实际只是不去伤害他 那么这个三个都是去利他 实际就是说怎么样的 不做让众生生烦恼的事情 就是说你任何时候都是观察自己的心 这个事情做了 会不会让其他众生生烦恼 不过你觉得会 你就不做 所以说戒律没有什么 佛陀刚刚开始赚法来的时候 其实不讲戒律 戒律是什么呢 就是诸而莫作 众生奉行 致敬其义 就是戒律 就这三句话 这就是佛陀戒律的总刚 那如果你掌握了这三句话 一切戒律都守得好 如果你守不到这三句话 你守戒变成了一种形式 然后执着功德 像守了这个戒有什么功德 就变成了做生意了 我守这个戒有功德了 守那个戒有功德 然后很多人学戒就学颠倒了 干什么都变成做生意 就是这种交换的心态 这个都不对 你布施也是一种交换心态 我布施了 什么时候我也有回报 我布施了 我有功德 功德就好像攒了钱一样 好像你的股票升值了一样 就是那种感觉 人在这个潜意识里有这样的心态 修安冷了 也觉得我安冷了有什么功德 其实没有什么功德 就是修行 没有什么东西可得 所以心经里面最后就说 不可得 无知亦无得 修行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 其实就去除我们的这些颠倒无名 我作为你两声更弱的樱走 是才算又去自 approaching 我不敢 就 我 我要 直免 我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